那這是關於中國維權律師被捕相關的報導影片 那我們來介紹今天的預談者 首先介紹的是這個 這位是蘋果樹公社的劉家凱同學 來進團中一中 來另外一位陳建勤同學 今天一步沒有到 所以剛好有一位來自當化高中路過的同學 蕭竹堅同學也來參加一個預談 然後再來是華真女士 他正中有關注《維權律題》的紀錄片導演 那他最近近期也紀錄了《中國墓地華革命》 是他紀錄了47位被逮捕的人士 他來自民間各式各樣不同職業的背景 對那在這上下冊都有詳細的紀錄 那今天的主辦單位是華人民主書院 對他就是關注中國民主化的過程 那其實大家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找這位書院的工作人員 他叫齊華 然後今天有那個熟的課會 就是上下測試是450 對然後有送一本余捷作者的書這樣子 然後還有可以參加明信片連續 如果你有意願的話 對然後瞭解這整個中國維權的議題跟始末 那也可以加入華人民主書院的話也只有 那其實在那個中國跟台灣 你可以看到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說漢人政權強勢文化 還有少數民族文化的程序問題 還有執法單位的濫權 這都是台灣跟中國一些相似的社會背景 可是又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就是很榮幸就是請到兩位 一個是他見證了中國默定華革命的一些過程 然後再來是蘋果書公社 他們前陣子在反課綱議題 在台灣也面臨了號召跟被打壓的過程 就是大家等一下可以聽他們的分享 那最後也會有QA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華人女士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跟這麼年輕的世代對談 我覺得很抱歉 我也看了中國的台灣朋友 關心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 剛才那個影片裡面有非常多的是我的朋友 有一點要糾正 就是在中國 2001年發生所謂的玻璃化革命 之前兩個星期 我已經離開了 我去美國了 那是非常意外的離開 還是我逃離的那個結難 那件事情之後 其實我不想做一個對比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一個背景 就是中國的玻璃花革命 那一次被抓捕 具不完全憑徑 有上千人 有很多人是普通的網友 他們只是在網上看到的信息 可能轉發了一下 他們就被逮捕了 但是更多的人是中國的維權人士 這些維權人士他們很多都並沒有 跟這個茉璃花革命法是任何關係 甚至連轉發或評論都沒有 但是他們就會突然從家裡帶走 然後長期密密關押 監禁 然後在裡面受盡了各種苦情 最讓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就是秘密關押 清潔 它讓你失去整個你的感知 比如說你的窗戶是 一直是24小時 被很厚的窗截封住 你不知道時間 然後你的審訊可能會一直連續 十幾個小時 然後每個吃飯的時間 都不是穩定的 讓你對外局毫無感知 然後你被恐嚇 說你有可能 因為你被抓來的時候 不是秘密被抓來的 沒有人知道你被抓來 所以你有可能 秘密的在這裡被處死 或者被活埋 常常這些人受到這樣 其實最可怕的就是 你沒有心理的預期 對於中國的維權人士來說 他們參與到這個運動中 本身就是有思想準備 他們會脫勞 但是做勞是可以 見律師 可以受到公開審判 甚至他們可以 比如說 甚至你關事件發言 你也可以算到 你每一天可以出獄 但是秘密關押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是對很多人 我知道他們出來 都會有很嚴重心理創傷 那因為那個時候 我僥幸離開了中國 所以我覺得 我有義務要記錄一下 他們身上發生的事情 所以就是這本書的來源 可能我還想把時間 再往前回溯一些 我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 有一段時間 中國人權狀況是有一些改善 就是文革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明顯的改善 但是六四屠殺之後 整個是對於社會的 延估的控制 但是那個時候好像普通老百姓 大家都還是就是抱有希望 就是說我們的經濟狀況未來好 因為當時我們還很群 我們的經濟狀況好了 好像世界很多國家的民主的經驗 就是經濟狀況好了 人們自然這個民主 可能就會完蛋 可是這十幾年 中國的經濟狀況 有了很大的改善 雖然貧富差距很大 有很多人依然就是生活的很很苦 然後大城市各種村 也有非常大的差距 比如說東湖沿海和內部城市 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但是總體來說 人們的生活 是比改革地方更前生好的一些 所以呢 其實我們並沒有看到 那個我們等待的時間的到來 而這個最近五六年 我的觀察是這個人權的導致 是非常嚴重的 在我自己經歷的 就是經過了幾輪的鎮壓 在2010年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走上街頭 對一些冤案 在法院民口經濟聲援 可能有上百人的聚集 不會被抓 雖然我們會被警察包圍 然後會監控 會到社會警告 但是我們不會被抓 我看到的是 就是最嚴重的狀況是 開始那個時間點 是從劉曉波和羅賓爾和羅賓家 我現在非常清楚的記得 劉曉波和羅賓爾和羅賓家 那一天 我和我的朋友們 是多麼地歡欣鼓舞 我們覺得 也許那一天 是中國人權 這種改變的一個時刻的到來 但是後來發現我們錯了 從那天開始 我覺得中國政府 他們決定要對中國人權 進行更嚴重的大家 劉曉波和羅賓家 他不可能去挪威領獎 他妻子也開始被軟禁 很多他的朋友都因此被軟禁不能出國 我就是在那一次被黑頭套綁架 然後秘密關押在一個地方 關了幾天之後 然後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軟禁起來 大概兩個月 一直到挪威的頒獎儀式全部結束 我才會放出來 那段時間我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創傷 那我出來之後 我把我自己的故事寫出來之後 我決定要幫美國休息一段時間 那就是我出來的兩個星期之後 就發生了這個茉莉花 在一開始當發生的時候 我並沒有想到我去訪談他 我也不知道這些人被抓走了以後 會在他們身上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在那個之前 我們又經歷了一大片 真的被抓走了 這麼多人被抓走了 但當時確實在國內非常恐怖 我稱為他為紅色恐怖 幾個人在一起吃飯都是要非常非常警惕的 然後朋友們互相預約都不敢打電話 在那個時候呢 我先編入我的第一文關於中國人權書 叫《遭遇警察》 在香港出了 那個就是在茉莉花剛發生的時候 整個國內風聲鶴湖 那我和我的合作者叫徐永維教授 他人在中國大陸 我們倆就決定要編一本書 就是關於中國維穩 然後人這個維權人士跟警察交道的文章 這本書我們是採用的這個體力是 有我們選擇了22個作者 寫的22篇他們自己親身經歷的文章 這些作者裡面有律師 有記者 有紀錄片導演 有普通的維權人士 有作家 是有一個分比較廣泛的 那這些人寫的都是他們自己的故事 對故事的不同 有一些是 比如說警察被約聚喝茶 有一些是被綁架 有一些是被就坐回牢 就是各種各樣的情況 這本書 編完了這本書之後呢 很快就是茉莉花正被抓的人 陸續有人心放出來 那我有很多是圈子內的朋友 都知道他們受到的酷刑 那我一開始是希望 他們能夠像 就是原來我編內的書這樣 他們自己寫出自己的經歷 因為很多維權人士 他們都有 非常善於寫文章 他們的文章真的很好 我希望能夠把他們的故事 變成遭遇警察的下冊 但是後來我發現 就是非常非常難約到 我很多朋友說了很多次 他們都說答應了 但是都沒有能寫出來 那後來通過就是各種了解 他們對話 我發現就是這一次的經歷 跟以往都不同 就是非常慘 很多人都不願意再回去 就是重新寫下來 就是會造成心理的第二次傷害 很多人都不願意回顧這段事情 我印象特別深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他在茉莉花期間是被逮捕 然後被判刑了九個月 他出獄以後 他跟我說 我當時要採訪他 他跟我說 我現在還不能說 但是我會把它寫下來 我跟他說 我說我的經驗就是時間 如果長了的話 你可能會忘記一些細節 他說不會 一些事情是刻骨明心的 但是幾年過去了 當我的書已經出來的時候 他還沒有寫下來 那我就問他 我說 你什麼原因 他沒有寫下來 他就說 我總是不能夠 就是回頭去 仔細想一件事情 就是每次回頭想 我就會心虛 非常的煩亂 就是這種情況很多 那麼 那 我有一點點心理學的知識 我知道就是人寫和說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說它是一種傾訴 可能可以緩解他內心的傷 可是他寫的話 他要非常準確地表達 他要一次一次反復地去自珍 那個對他來說是更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就採用我訪談的方式 這本書我是訪談了一百多個人 我當時就是給自己設定的就是我能找到多少人 我就訪談多少人 當然有五個人我找到了 但是他們不願意出文 他們覺得他們不想回顧那個故事 那也有 還有一些人他們說了 但是當我決定要出這本書的時候 他們不希望他們的故事會被就是曝光 他們覺得現在還 他們還有危險的 把這些事情曝光出去 所以後來是 應該是48個人 同意我出版他們的故事 這個是2011年的事情 但這個書是經過了三年 然後最近剛剛由開學出版社 剛剛出這本書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還編了另外一本書 是以一個中國大陸的 一個很著名的維權人士的 自己寫的文集 我幫他編了一本文集 這本書叫 堂堂正正做公民 我的自由中國 這個作者是許志勇博士 他是一個法學博士 他2003年開始在中國 就是做參與維權活動 他第一件讓他走進公眾的事情 是他在2003年和他的另外北京大學 一起畢業的三位博士 他們那時候都已經在不同的大學當老師了 一起推動了中國廢除收容遣送制度 收容遣送制度是中國50年代的一個制度 他是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是戶籍制度 他的方法是把每一個人固定在戶籍的戶籍 在過去人們是可以流通的 你隨意流動會被隨時知道 他用這種方式可以很好的控制幾億人 改革開放之後人們開始流動了 但是很多人依然受到歧視 收容遣送制度就是 比如說你在街上走 他認為你是一個盲流 盲流是什麼呢 就是你盲目的流竄 比如說你從一個外地到 通常是你到農村的城市 或者是從小的城市到大的城市 那這大的城市裡面有一個什麼 比如北京要舉行五十什麼幾十週年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成立多少週年的重大的慶典 比如說什麼兩會 一些他們認為重要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這些人抓起來 然後關在一個地方 然後集中起來遣送 或者放在一個地方去勞動 這種收容遣送制度就是 很多人就是沒有任何法律程序 然後被強制的限制人身自由 那通常這些人是很頂層的普通人 很少受到人們的關注 可是2013年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呢 就是一個大學畢業生 他去廣州去找工作 然後就被關到收容遣送站 然後他在裡面被打死了 那這件事情就得到了 在中國就是說很多大學生是讀到畢業 因為他也是一個農村的孩子 讀到畢業就是很不容易 所以這個就成了一個新聞點 那當時很多地方就報導這個新聞 那這三個博士呢 他們就上書全國人大 說要廢除這個制度 那他們上書之後一個月這個制度就被廢除了 那個時候是胡錦濠和溫家寶 剛剛上台2003年 那個時候很多人都認為是一個新政的開始 也許會有一個新的氣象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很快就建立起了這個維穩的制度 這個制度惡法被廢止了 但是會有新 他們就是花樣 放心有新的方法來整治 他們不需要法律 比如說被強迫失蹤 他們完全不需要任何法律 而且他們常常我們會 有很多維權師 律師 我自己個人也是法律背景的 那我會問他說 你這樣做 拿你的法律依據來 他們會說我們不需要法律 你不要跟我們談法律 這是我們常常聽到的話 所以徐中國是那個時候走進東中事業的 那個時候他還有空間 他們幾個人因為這件事情 還被中央電視台選為2003年度 敢奉中國法治人物 他們還在中央電視台上也會接受關鍵 但是後來他們就成立了一個叫公盟的組織 這個組織是專門幫助那些全力受到侵害的人 然後他們有很多志願者律師 就是跟他們一起工作 他們帶領的案件非常非常多 有很多個體的冤案 那還有一些群體型的 比如三居清安那些結石寶寶 他們當時有150個志願者律師 那些人就是帶領他們的訴訟 那當然沒有一起是在中國立案 然後讀育苗 基本上在中國重大的維權世界 後面都有他們的背影 或者他們在後面支持那些 兩年前 以前他發表了一個叫中國新公盟運動 這個新公盟運動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 就是中國有一個運動 就是以這個新公盟運動命 新公盟運動做過的主要的事情 就是廢除教育不平等 就是要求在城市那些外來 尤其沒有本地護籍的孩子 他們能夠得到跟本地護籍的孩子 同等的教育和平等的權利 還有就是他們要求公私財產 因為那個時候習近平剛剛上台 他說要反腐辦 然後承諾他會要求公私財產 那他們的活動就是 跟習近平的完全是符合他的這個說法 就是他要求255個高官 你們先公財產 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們發起各地的公民 因為在中國過去是沒有多少能關心公務事務 可能是順名成名 就是沒有公民這個概念 那他們就說各個地方 如果你認為你是一個公民 你願意參與公務事務 那麼你們就在每個月的一個時間點 在一起就是能夠聚餐 大家互相認識 然後可以一起討論一些 你周圍發生的事情 看一看我們可不可以幫忙 其實這個活動還大多數都停留在聚餐的地方上 然後就受到打擊 然後這個發起人 徐志勇博士就被逮捕了 這個興奮民案被逮捕 大概有二三十個人 而且都被判了刑 他們被判刑是 主要是順序的尋釁滋事 擾亂社會秩序 特別有意思就是說 徐志勇博士在此之前 他被捕之前已經有他的很多的同道已經被捕了 他那個時候已經開始被軟禁在家裡 好幾個月都能承受 多種程序了 然後他被抓 說他是擾亂無辜秩序 然後被判了四年 這是2013年 是對興奮民的一個整體的打壓 你看 劉曉洛獲獎的一次 茉莉花一次 對興奮民案一次 然後緊接著就是去年 開始對整個的很多的NGO組織的打壓 比如說像傳職行 然後藝人坪 裡面大量的NGO的工作人員被抓走 以非法經營罪 或者尋釁滋事罪 各種各樣的罪名 那這些人很多都是做研究的 他們研究社會不公平的一些現象 包括研究一些出租車司機 他們為什麼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還有一些就是純粹的是幫助一些 權力受到侵害的 比如說性別歧視 因為性別歧視 有的人是因為乙肝病或者艾滋病 他們在社會上受到的歧視 是幫助對這些人幫助的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 他們甚至可以說是幫助政府在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他們受到了打壓 而且一批批的人被抓進去 然後這些組織現在很多都已經沒有辦法正常的工作了 然後就是女武權 就是武權有五個做女權的女孩子 原來我們都不認為他們做女權的人是做維權的 因為他們不是跟直接跟政治有關係 可是他們僅僅是要去在公車上去反對性騷擾 呼籲大家去公車上去做一個活動 還有就是說要求這個公公廁所 男廁所比女廁所多 所以他們為了要引起注意 他們發動了一個佔領男廁所運動 他們不是真的佔領男廁所 他們就是比如說相當於快閃一樣 比如說在某年某天某日 他們會在男廁所 女廁所女孩子造男廁所一分鐘 就是說幾分鐘你們不能去 然後他們就撤離了 並不是說一個真的佔領 就是一個有點像一個行為藝術一樣 可是因此他們就被抓走了 女孩子 就是事情變得越來越荒唐 五六年以前我們常常會知道 那個紅線在什麼地方 那有的人就是我有意識的 我就要去衝突那個紅線 以獲得更大的空間 那有些人就是說 我們去碰那個紅線 我在紅線裡面去做一些維權運動 可是這幾年來 我們越來越不知道那個紅線在哪裡 我們覺得完全不觸碰那個紅線的人 可是他們也被抓走了 然後越來越多的人被抓走 對 對 情況就是這樣 呃 習近平 我猜他是 呃 就是 改革開放以後這幾屆領導人 他可能最喜歡說 要依法治國 因此我也知道 中國有很多人 很相信他 也有一些知識分子 說他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因為他說了什麼什麼 但是看到有這麼多事情發生了之後 我不會相信他 他說的任何事情 呃 我相信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包括他的所謂的 這個反腐敗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鞏固他的政權 因為反腐敗 最重要的反腐敗 就是把權力放在陽光之下 讓人民對這個腐敗進行監督 那要求監督的人 被抓起來了 他還可能真的反腐敗 他做的所謂的反腐敗 他不會就是打擊那些 他黨內的那些人 跟他有不同的 或者是對他的權力 和位置有威脅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要做的 唯一的事情就是 就是鞏固他們的政權 他不會有任何 真正的這個法治啊 憲政的改革 我相信任何一個獨裁者也好 這個威權國家的這個 統治者也好 他們都不會自己放棄權力 只有在人民組織起來 跟他們有更多的壓力之下 他們才會有那樣做 或者他們依然有那樣做 然後最後會退敗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中國的這些 這種就是剛剛看的情況 會越來越多 但是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 站出來來維護權力 維護自己的權力 也維護他一個的權力 好 謝謝 其實這些真的是我們非常難得 可以聽到的一些故事跟新聞 因為主流媒體平常報的中國新聞 可能就是經濟呀呀投行股市 不然就是一些很獵奇的社會事件 就是很少可以聽到關於中國 關於公民 關於我們小市民 參與公共事務的一些實質的過程跟報導 這些是我們平常都聽不到的 對 那中國在這樣的限制之下 看到最近中國維權律師被帶過 然後到最近天津等地的大爆下 媒體報導人民資的權力也被剝奪 那這條紅線就是 真的是不知道在哪裡 那反觀台灣其實也是 我們在看一些社會事件 在報導也是比較煽情的部分 對 大家應該非常的有感觸 對 那蘋果樹公社他們在參與 反克綱的過程 一定有很多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 可能被打壓或者是被質疑的一些過程 那今天可以請他們來分享 好 我就是聽律師小孩突然覺得就是 那種正常運動中 遇到P1小時候被幾個分錯好像也沒有什麼 但是 好 我先講 好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是 蔡總統 欸 也不是蔡總統 就是 我們是平國書董事 然後來講話講話是一種的選擇 然後我們都是 專業的 代打跟路過 對 所以今天才會出在這裡 然後就是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其實我們在 運動上其實也遇到很多困難點 就是跟在中國有 相似之處的 比如說 呃 有時候會受到一些 看似沒有什麼 但是很頻繁的 掃 公權力的掃描嘛 這樣的話 我其實在運動場間 我雖然沒有兩次都 接觸到很多強 強力的施壓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施壓 但是我 有時候早上就 七八點才睡覺 就接到昨天叫我幫你電話 然後就是 就問我什麼情況 這樣 雖然我不覺得有什麼 但是 其實我覺得 在其他人身上有發生這種情況 我覺得 這樣子 是非常 就是 會造成一些 不行的壓力啦 其實這不是只有在做運動上 會有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也收到很多 供權力的情態 其實大家 有在知道 有的人知道 例如像是領檢 就是一個 廠長會 非法侵害自證權力的 一個行為 就是你有選去要求 警察先出示證件 才能領檢 但是 台灣警察事務局 這樣想 他都要求你 主動的出示證件 然後很多人是覺得麻煩 或者是 台灣就是 韓外的 然後就是專業回家 所以就主動出示證件 但是這 其實在助長一種 嗯 非必要的 惡毒啊 我覺得 然後 一中的話啊 其實 其實在日常算是一個 比較自由的效果 但是其實 事實上還是受到很多 嗯 行政上 或者是 就是台灣那種 官僚情質上的壓迫 就是 垂直下來 那個提示 我們 一開始 我會強烈也是因為 學校 無形的壓迫 就是有意無意的 那時候是在做 呃 院藥會 就是我自己本身是 台東東學生會的成員 然後我們在做 院藥會籌辦的時候 學校就提出說 要更改場地 還有一些時間上移動 然後是跟去年 跟往年是 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就進行 很多次的溝通 然後也跟學校討論了很多的方案 但是學校一直都 不太願意去做溝通 然後最後我們就 因為考量到 學生會成員的 一些思想上 或是路線上的不同 所以我們就在 拉了一些 一些 比較有關注 議題的同學 還有部分學生會成員 就組成了中國區公社 那我們是在做 學生權利 以及在地議題 然後就是 就是在五月一號的時候 也是發起了 就是課綱的抗議活動 其實 因為這樣說 課綱我們不是發的第一項 但是 可以說是 也可以說不是 因為其實早上去年 3.18那時間 就是二三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 一匹教授在做 課綱的抗議 只是那時候就是 被整個 3.18的新聞去 蓋過去 然後後來就 沉積好了在時間 然後直到 我們今天聯繫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就決定說在 五月一號是做我們小型兩天 做一個 簡單的抗議 然後 不要想到 是 它的一個發向其實還是蠻長的 就是 我們五六號當天做完之後 接到 五月底才有 其他的學校做發聲 這樣我蠻意外的 原本以為說 這個抗議會只有這樣成家區 對 然後就是我自己自己對 中國的 人權以及民主化的發展 那種興趣 但是就是 在台灣大家知道 就是 資訊上有 有空 對 像剛剛愛華講說 就是各種 奇怪的事情 都有 但是其實在民主 還有 人權那一塊 其實這個 因為我少部分人 只要到 警戒員網路上 而且 資訊量並不大 我覺得應該跟 就是 中國官方的 這個 線索有關 然後就換 換句子 講一下 好 就是 就是 我來講一下 就是 關於這次運動 就是高中生 遇到國家公選 這件事情 就是 其實一直到 六月九號 我們去擋車之前 都好像沒有什麼狀況 可是 他們也都預料到 會有一群高中生 就這樣 往那個不擋車子這樣衝過去 對 然後一直到 又七月五號的時候 很明顯的 就是 台北那邊 已經開始 架起了巨 兩車都高 非常的厲害 然後像我們 我們在那個 佛教署的現況 那些我們都要衝人 我們兩個想說 欸 佛教署好像是正常 我們去看其他地方 怎麼樣 我們才一右轉 過零人群 看兩批警車客人過來 我們一左轉 走到最後 我們兩個地方 走到四個警車 我們想一想 我們就開始 就是 假裝要衝進去 開始往前跑 換一個巷子 然後我們出來說 其實是一整排的警車 在看錯 這個沒有 然後我們就說 好像裝作 我們每次又回到那些地方 其實好他也沒對我們怎樣 但 他就是 他有兩個高中生 然後繞成國教署 他說兩台警車 四台警車 然後三十台警車 把你圍起來的狀況 照理上 然後 其實也很後悶 對 那些其實一直在想 到底要不要讓這三十幾台警車 的人一起出來 看看會不會發生出事情 然後一直到 然後 像我們在 國教 對 在那個 台北的國教署的那個辦公室 那個就是 鐵門被敲開 然後人跑進去 以後 開始 其實 新聞上表面看起來 好像警察 其實沒有對學生做手 但因為 我人有在裡面 就是警察有讓我同行 然後我電梯不想去按鎖 所以我要去路路 按到地下地方 一下去分檔開 兩台警備車 然後整排的警察 那家警尊警棍警察 就放在那邊 對 然後就很好 然後就坐上來 對 然後不敢到外面覺得 其實底下已經預備好了 然後一直到 呃 其實在這中間 我們一直在像 在辦蘋果書論壇的時候 中正義的警覺 也是每天的關係 欸 你今天晚上睡哪裡啊 欸 我們晚上睡公園 睡拜託 那你要不要來中正義睡啊 你就 對 對 那邊一直想要被情緒喝茶 幹嘛 對不對 然後 就是時間說越長 然後開始連通訊方面 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被知道 對 然後開始就有 大家就是 其實我們就是不能 練強還是什麼 這我也不太清楚 然後 所以說 就是 你只要穿著高 你像表現好像你是高中生 然後在教育部中來受訓 所以你就會緊張 混在你後面 對 應該就是 現在應該已經沒有了 就是在七月底的時候 就串著高中自主 然後就是在教育部前面走個集圈 然後就這樣走過去立法院 然後就看到後面三個警察 就跟這裡走過去 對 對 撞到我們 然後 一直到 真的比較苦 就是我們在七二那前 然後那警察超厲害 真的是 三台警備車直接在那個 徐州那邊預備 然後 一直到 然後巨馬蛇龍 也是全部加裝完 然後一直到七二三 因為有巨馬蛇龍 所以我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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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過去就是 那就是進去部長生 那時候我在想 奇怪我們到底就是 把門這樣堵起來啊 有沒有可能 就是待在裡面等部長來 結果後來發現就是 就是 好像聽到警察上的聲音 然後我們一開始就是 除了家庭打拚以外 連續有什麼檔 然後我們就聽到第一次撞門的聲音 然後第二次撞門的聲音 然後他們第三次的時候 就聽到外面有人喊說 叫我們裡面的離開門旁邊 是拼禮小組 然後我們就上去 就是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的寬度 然後我們前面這樣 跪了一跪下去 然後你就看到他沒有 任何的氣力什麼 就有拼禮小組徒手 然後腳破了 然後開始 裡面大街舞影像中是 11個未成年的學生 加上10個 對 10多個 他滿18歲的高山學生 然後我們看到 我原來是拼禮小組 糟糕怎麼辦咧 我們坐下來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大家後來看到 就是影片總理就是 第一個是大靈先輩脫 然後大靈那麼大一隻 那邊三個直接把你壓住 也是非常快速的 然後後來是 其實他對到我們很好玩 就是那些時候 就是當下棋 就是看起來好像按鈕門上 過得非常慢 其實速度非常的快速 也就是說 321過門 好然後321全部人都直接 就是壓在地上 然後上手套上束帶 然後帶走 然後就沒了 就把你就直接 就是你就算不走 他就直接把你扛起來 非常的厲害 對 然後我們說 我們要幹嘛幹嘛 他就會說 你是現行辦 不能講話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到後來浴室 那麼晚過來 記者那麼晚過來 原因是我們一直到 我們12點10分被帶 就是被上手銬 可是我們一直到3點或4點的時候 他才幫我們把束帶剪掉 然後讓我們使用手機幹嘛幹嘛的 我們才開始做不到律師 然後一直到730 就是我們又進去了 一直吃這個 然後那個 也是頓急 就是每天就是在那個教育會選 就是在那邊 然後 這個禮拜 這禮拜 是禮拜四嗎 這禮拜四 就是那個 部長又來經典酒店 在台中 然後我就想要去賭他 就是 早上你是個學生 在那個經典酒店 那個律園道裡面 逛商場幹嘛 都會有那個 他們的保全在那邊問說 同學人你要幹嘛 然後 我不能來逛街嘛 為什麼 然後我們走到地下室 也是說 就又兩個 請那麼多職位 把我給我一起來 就是 同學人你要幹嘛 然後我就說 沒有我只要下去下去 就是找我爸的 你知道說 不行下面不能下去 對這非常奇怪 然後到隔天 他們開課程會 就是 台北那邊 就是 又衝了一次 然後那一次更誇張 有很多同學的時候 後來就回去 又包起來 因為他們據說他們當間 也是被警棍 被警棍人敲了 出感不到 就是 就是我覺得這次 第一次非常神奇 就是 一直高中生 平常教官 吼一下就會卡 結果出來 警察用直接 用打 用抓 對 雖然沒有說到水車 對 但 這我自己看起來 因為像我會教 國書公司 就是我在帳號公司 算滿 對 校方 就是不滿的時候 會直接站出來 然後就 非常的發現 對 對啊 其實 其實我們在像我上禮拜 就是上禮拜在跟中學 的同學 一起在中一中舉牌的時候 遇到一個 中國來的留學生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討論 關於台灣的民主化運動 還有中國的民主化的狀況 對 所以我覺得這很好玩 因為我自己的母親 也是在中國經商 然後他本來就是 八月叫我就是 客康東運動去 中國陪他兩個禮拜 就有客康東運動 他不敢讓我過去了 他不敢讓我過去了 你還是乖乖待在台灣好 讓我弟就這樣過去 然後我弟妹還是跟我說 欸哥 其實你那個護條 不拿掉 跟那個護照 其實你不吃掉的話 我覺得你已經不來 對 我覺得 呃 我覺得 在亞洲這個地方 我是 跟中華語文化有關嗎 還是什麼 其實我不太清楚 但很深層的事情就是 像日本這樣 韓國台灣 不管任何一個地方 在民主化的進程中 我們算是比較慢的 但 杜城也有點相似 就是先經過了一堆的大菩薩 然後開始 然後經濟變好 然後開始有一堆人衝出來 然後又被鎮壓 然後再一堆人衝出來 那就是 我自己覺得 就是 現在中國就是 在一個 經濟變好 然後一堆人衝出來 那一個紀錄都 這是我的意思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像台灣會有很多人說 我們逢中必返 逢中必返 但我自己覺得 就是 我知道我在學校公益課是怎麼 就是 中國人的人權 是一個 算板指標嘛 就是一個 當中國的法治 跟人權的思維 越來越進步的同時 或許也可以代表 在亞洲 不管是 台灣 還是 日本 還是 韓國 還是 東南亞 不一定 就是一個集體式的思維 像 新加坡現在也 就是在民國道去世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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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Youtube的 那個 我覺得 在最近有越來越多這樣的 學生 為了在亞洲的學生 為了像 昨天 馬來西亞 一起站 就是越來越多的學生 就是 對於亞洲的民主 亞洲 的人權 站出來 那 我真的還蠻 就是相信未來 中國也會有這麼一點 就是 中國聯合的那個 高中或是大學生 對於亞洲一起戰勝 會讓大家非常的壯和 一定是 世界歷史上 非常 輝煌的一頁 對 再一次 就是 因為沒有自己 對啊 那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其實 不管是中國和台灣 其實都有 非常小事 我剛才前面也講說 台灣跟中國 就是 就是有很多 就是中國和台灣 就是一個 反正的法治 違反人權 或者是法治本人權 他的法官 就是違反人權的東西 但是集會有的希望 就是很明顯的 還有像我剛才講的 呃 影檢 那我覺得說 就是 不管是中國和台灣 都是有一個 歷史脈絡的第一群 那我中國 不知道該怎麼去講 就是 台灣的話 我覺得台灣 那種警察 體制的 根源應該從 從日時代一降 反軍從 那 那 我覺得 台灣人在 那個時候 受到壓迫 然後到現在 其實都是有一個 因靈去存在的 或者是怎麼講 對 因為就是 台灣人在 日時在受到這樣 有待遇 導致說 現在有一些 大部分人也是 對於警察 其實保持一個 有點 懼怕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變成說 呃 比較警察 因為不是好事 像台灣人會說 可能上法旗就是 罵犯 或者是 覺得說 就是 有可能是犯罪才會犯法旗 但其實有時候 就是 平時就沒有 跟上法旗 所以也沒有 太大犯法旗 就是這個 兩個人的 必有救出 那 等一下 我們現在就 說 每個人一起中 都還有一個小子中 好 就是一個 最後我們在做 歷史 就是在做課堂的時候 我們有的 歷史成分教師 也有什麼老師 講到 說 每個人一起中 就是 當你在 進行 這個 反威脅的 行動的時候 但是你 西東卻還 有種 威脅時代 給你的 那種教育 然後從台灣的教育行 到教育行 算做的 蠻成功的 雖然說到現在 就是 之前的 改革可能要好一點 但是事實上 還是做不了那個 那個 架構 所以你其實 還是在一個 洗腦的教育下 成長 不管是從以前 或到現在 那台灣跟中國 很強勢的地方 就是 就是 就有一個 大師的 主要鎮壓 然後再來是一個 一個大根 就是 還是會 就是 呃 當會發生意義的 開始被清算 全部被清算 全部被競爭之後 那事實下 就覺得說 我看到我前面的人 這樣 受到這樣的難充 那我是不是 表情看我比較好 然後轉移去 追求一個 經濟上的環境 那經濟上環境之後呢 那 會了 就媽媽 慢慢的會有 再會有的人 一些經濟 開始繁榮了 那就開始追求一些 就是這個權力 對 思想上的感覺 然後導致說 今天台灣 這樣的 情況 但是其實在 反正不是上台之後 我覺得 今天人權是倒催的 雖然說 環球上他喊說 我是人權國家 法治的國家 違法行政 對 但他其實沒有一個法案 像課堂這個也是一個 這樣 其實我覺得 這裡還是違反人權 或者是基本的教育 教育權 就是他 部長一直在講說 我們是核縣 我們是 依法行政 我們是程序上 是沒有一個瑕疵的 但事實上 在那麼多律師的眼中 他就是一個非常 有問題 像我們昨天也 有辦理辦長 講說也是要請到 詠色的律師 他是跟台灣教授學會 然後我們去做看 就是 就是 這樣教育部 就是進行告訴 這一批律師 就是他就說 就是 教育部大家知道 違法就是 程序不公開 或者是那個 投票 到現在就是 他沒有人 能夠 就是提出證據說 那個投票的比例 是正確的 也沒有 護理黨 教育部不敢提出 護理黨 然後就是 危害到 我們這些學生以及老師 就是 權力啊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很受教學 以及老師的 教學自由 被嚴重的壓迫 那我覺得 其實算是一種 無形的 衛選的 就是 打壓 就覺得這樣子 你知道嗎 那 我覺得 他跟中國 就是 在 很多地方 可能是 是可以對照的 但是 我在現在的 可能不知道是 要怎麼去做 一些很 輕輕 以及 有條理的去 比較 那我覺得說 是不是在 NHVG 可以得到一個 比較 滿好的 討論 你剛才說 台灣這個洗腦教育很成功 我看到你們 我就覺得 他們不成功 我 我很 就是 非常感慨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 中國大陸 能夠有一些 這個高中生 能站出來 當然不是 完全沒有 就是中國大陸的火種 它一直都在 雖然很小 但是那個火種一直都在 然後 那種 不正義的力量很強大 但是 正義的力量 從來都沒有退場過 在我採訪的人裡面 就有一個高中生 那個時候是高三的學生 她當時在 她說她在網上看到這個 莫德華哥哥哥的 她說她很興奮 然後她就在網上 跟同學討論 在微博上轉發 結果她就 晚上突然有一天 警察就 就敲她的門了 她那個經歷也 很有意思 她說 她們家住的那個 那個樓上呢 底下是有門禁的 一般人家住她家 是要按那個門禁 然後她上面 會有一個 要通話打開 然後才能上來 然後才能敲她家的門 可是那一天 突然就有人 就直接就敲她家的門 就是 不知道怎麼進了門禁 她當時就 馬上她就覺得是警察 她就想一想就說 想像中的那個 傳說中的喝茶要來了 哈哈哈哈 像台灣叫茶水表 對 是嗎 對 中國也也常常一出 茶水表的這個 對 然後他們 對 然後他們 然後她就被 就被帶走 然後再傳換了好幾個小時 然後她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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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也講到喝茶 這個 這個次 對不對 是跟 是跟大陸 學的嗎 還是你們本來就是要 他們真的會請我去景局喝茶 真的去喝茶 就是 我遇到是 我在辦獎組的時候 辦完那個 中正義分局的 副分局長 就是請問 欸 晚上來我們這邊說好 順便泡茶給你喝 真的 是不是 他們真的會一直要 要約你 進去 對 對 嗯 那這個給我 那這個給我 然後說上面有我的點過 對 哦 那還是有一點點像 就是早年間 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說他們是真的時候 請我們去喝茶 那後來就 很多就根本不是喝茶 就是我們就把這個 喝茶跟那個 非法傳換 就是沒有 不是正式的 沒有任何的手續的這個 傳換 我們就把它們 戲成為喝茶 所以這個 說其他都有一點像 對 說到這個 就是傳換這件事情 就是在 因為我們就是 二十四三號 就是進去教育部的 學生裡面就是 對於有多少收到傳票的 感覺 對 然後 有一個很神奇的概念 然後上禮拜吧 就是有一個同學 就是 他收到了 就是警局的調查書 後來發現 就是 後來就是律師去了這裡 以後才發現 他張調查書 他是假借 要調查 就是 他公文裡面是要調查 411包圍中正義 就是我們在去年 411號的時候 有人去包圍那個 用正名義 然後要來調查他課幹的事情 因為 因為他是在 那個同學是 9月的時候 才開始關心公民疫情 其實他4月的時候 根本不可能在那裡 這非常奇怪 就是用不同的東西 然後要傳換他 那裡做調查 對 就後來律師有去查 不然就是他就去了 對 對 還有你剛才講的 就是說 你們在裡面是佔領 佔領交易戶嗎 然後這個霹靂小姐姐 然後 對 就是 對 我們在就是茉莉花期間 我採訪了很多人 就是 講述他們的故事 就是在家裡面上網 然後就 就是一二三 我們就開了 然後接來很多人 就 就 他們每次就是抓一個人 都需要很多人來抓 就是 我不知道他們真的是 警力太多了 還是說 他們要用一種這個 讓你感覺到一種威懾 比如說 綁架我那一次是 在路上綁架我是8個人 然後 我被綁架 關卡在那個秘密的地方的時候 前後就是看守了 我30樓的人 6樓的人 不知道他們花了多少大學人的錢 然後 其中還有一個故事很有意思 就是有一個 是一個作家 他在大理 他在大理省頭 然後他自己是租了 一個白族的一個小樓 一個獨棟的小樓 那個小樓外面是圍牆的 然後呢 圍牆外面是一個大門 然後他這個樓裡面 底下一個大門 然後他的臥室還有一層 都是有三層門的 然後那一次茉莉花期間呢 他就發過一個帖子說 某年某月某日 我在大理的那個城市中心的那個 一個地方的茶館 我會泡一個茉莉花 朋友等你來一起跟我喝茶 就這麼一個帖子 然後有一天那個夜裡面突然就是 他就是醒了 一睜開眼睛就是 屋子黑 黑呀呀 就在他屋子裡面 然後因為他靜置一點 他的那個眼鏡放在那個別的地方 然後他就說 幫幫把眼鏡拿來 然後那張眼鏡說 一二三十六十七個人 他說 他說 來那麼多人幹嘛 兩個人足夠了 然後那個警察說 你好像心裡有準備的吧 然後他就說那當然 然後他穿好衣服 然後就讓房間在那裡搜茶 然後他就去泡茶 然後警察說 不准泡茶 他說為什麼不准泡茶 可能他們怕他燒開水 開水威脅到他們 他說不可以 我每天早上必須走茶 然後他去刷牙 他去那個衛生間刷牙 然後那警察也是衝上來 一把把他那個衛生間的一把剪刀 就給搶走了 因為他這個人是留魂子的 他每天要修魂子 就是類似這種 這種很荒唐 但是也很搞笑的事情 但是有些事情 你確實沒有辦法笑出來的 比如有一些人 他們被關押了八個月之久 然後他們 對 然後他們連續審訓十天 打到十天之久 然後心臟被發作 不能完全受不了身體 就是身體能受到很大的傷害 在這個期間 有一些人 因為有一些國際上的影響 那麼國際上去聲援他 包括有使館的人 去他們家去探望 那有的人就是 有一天突然被告訴他說 你可以出去曬曬太陽 好幾個月 你陽光都沒有見過 突然可以出去曬太陽 那就很高興 一出去就發現 好幾台攝像機 在那裡對著他拍 大家肯定要給他做秀 他馬上就退步 就是不配合了 他們就是想拍他的東西 就是說給這些國際媒體去看 說你看 你們說他受到了多少酷刑對待 你看拍在陽光中 可以曬太陽啊什麼 就是 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我覺得 就是 如果你們想了解中國人權的細節 不是那些報導上面 那些不蓋過的東西好 就是 我覺得獨立的就是那個東西 就是我們那天晚上 就是723的冰箱 就是33個被抓走 然後外面是 500位警笔 加兩隊企業小朋友 對 然後當然在外面圍牆 外面的也是學生 所以他們就是 看著 滿人山之海的警察科劇 就是一個 其實聽他們講就是 當下期他們就知道 可以怎麼辦 然後 然後就只能讓我們在裡面 就是我們在那邊唱 對 對我們就是被上手銬 然後就要對警察唱 對不對 警察先 盛情 警察 然後那個聽到警察也會唱 然後還有警察 會跟我們一起打拍子 對 因為 因為台北是一個很實力的警察 就是 他看到警察的時候出現 就是中正一根大安分區的警察 就這兩間警察 就是警察 其實這兩間也是 被衝到就是 聽到也會唱 對 然後我就在裡面一起唱 然後也是有一堆人引進他們出來 然後還有那個 很瘦 像我就是 換術袋的時候 欸 發現你敢聽他出來耶 然後 然後旁邊 警察在旁邊 然後馬上鎖回去 所以我們在 因為 我們後來被 帶去保安大陣是直接上頂樓 然後就滿 全部的警察 然後山台聲音就被 夾到我們身邊 然後我們一群高同志也不能幹 就快排座在那邊 然後就 像就是 被手上被扣著 然後就比較瘦了 然後 我拿出來 然後 我還沒拍到 然後又鎖我一群 然後 也沒有要那個 偵察署已經進來 我們一群人 就是 全部搜集下面一首詩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如果被記者拍到影片 會說 這些學生都是阿扁亞的外圍組織 那什麼下跌啊 就是我們有一個 陳千總統 他被關的時候就是 上手銬 然後就是 抵一個動作 然後喊 是阿扑害 真是扑害 對 然後那些就是那些 警察進來的時候 我就一起 就全部人一起抵那個動作 然後 怕被那個媒體拍到 會被比較 親中 親國民黨的媒體 爆出來的時候 然後這些學生都是那個 那個 陳千總統的外圍組織 就是青年組織 就是這樣 對啊 就是其實 我覺得 就是高中生的學運 還有一個比較好的 比較神奇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們比較沒有 所謂的 聖志利益 就沒有說 也不是他武器 是高中生 對 就比較沒有所謂說 是說接下來他肯定要參 在幹嘛 他其實接下來就是 啊這個弄我要回去就要上課 我要考學測 沒有就是 所以就是 在唱這場的裡面 像我們在包圍的 我們在佔領的 那一個禮拜 其實裡面還蠻多人 就是會自己找樂子去做 就是可能 就是帶給他進去 然後喝茶 然後喝 就是在裡面泡茶 就是一起 把教育部長內 就是一方面都頓緊 就好像在學校上課 就是一起學在那邊 很認真上課 然後在那邊玩的感覺 做作業嗎 在裡面 我們在裡面做作業的還好 因為每個人都是 就是這樣 蛤 要進去了 然後就趕快過去了 所以也來不及待作業 那也有同學回家拿作業來寫 對 那像我就是從彰化上去台北 都把我的作業都在彰化 糟糕 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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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午休 其實其實 其實 就跟他講 其實台灣其實很多都是好人 就是你沒有平安巴特 沒有班農 自然其實就是一個 真的是去泡茶 一個聊天 但是其實 就是他們那個教育其實 就是我們來講教育這種東西 就是他軍警的 祈禱教育是做得很整齊 就是他們才會這樣子跟你去 去證明一些衝球的時候 沒有就是 沒有情緣 沒有情緣 就是沒有就是感覺到 他有任何的思想在 就是他就是國家機器 就是真的是共權力下 黨國機器下的 就是那種機械式的運作 就是平常這個做得真好 就是 不知道我們講 就是泡茶 泡茶其實不覺得他沒有幹嘛 就是真的想跟你講 尤城傑也是意思 喔對 有沒有同學叫尤城傑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就是他在這次運動裡面創作 就是因為他是在跳槍之前 就常常參加社會運動的一個學生 其實警察都認識他 然後他是桃園的 就是有一次那個就是 我們現在要從大學 然後就一個國民黨的參選 他要到那個 那個就是桃園的夜市 就是就是去買票這樣 然後結果就是他就是 尤城傑就是他只是 就是他只是想要去看 紅袖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聽說他應該去走到哪 他就站著有沒有 然後警察就這樣把他規則 然後就走到哪個警察這樣 我一直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走到哪個攤 那一個他會買手機 他還會搶著幫他付錢 這很神奇 然後他說他那天晚上就一個 雖然沒有見到那個住住姐 可是被警察為了很猛 對 就是很神奇就是 他前一天還這樣跟你 就是幫你付錢 然後給你拿 沒辦法入我的工作啊 我也不會只能這樣做啊 這警察 可能隔一天你在街頭上 看到他的時候 然後就是 居長說把他壓起來 他就直接把你壓起來 帶走 所以這還蠻 不知道該怎麼講 就是對警察一個 很奇怪的狀況 就是前一天還給你 開槓啊 然後 你沒錢吃吃飯 那也是吃吃飯 然後 對然後 好像警察都會有辦法 精神分裂 還是什麼之類的 警察常會 就是有時候 設定政府的施壓的話 就是跟去年的狀況 都不一樣 今年我們看警察的狀況 跟去年的不太一樣 就是 後來其實 應該是有做 做施壓 所以警察對於 後來那些 白狼就是有導演教育部 就去做一個 白狼是一個黑腦 對 他就做一個很好玩的活動 然後就是 他那個 他在宣傳的時候其實 他外面是圍牌的 反而去他就是被那個 巨馬跟蛇肉圍起來的 他生起的路犬那一段 直接用巨馬跟蛇肉包圍起來 第一次看到 就我們從 在家裡裡看過去 那個分隔的老上 全部都是蛇龍 沒有巨馬跟沒巨馬 全部都蛇龍 然後 就非常的神奇 然後我們在 我們後來 沒有去跟他們看任 然後我在那個 家裡部的 政府工廠那邊 就是 聽閃靈 大概 聽他要唱歌 然後人超多的 那就是 那時候就是 劈哩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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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警察都出 可出震暴中 有 就是 比較超多的 就是你看 教育部外圍 很多都是震暴中 警察就是 全部都站在那裡 然後就是 臺白山 然後警備車也有 然後就是 跟 跟前天的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我們 後來就是 就有在前其他後期警察 會比較好 警察中間的時候 其實就是 0033 因為人也0033 警察也0033 就出震暴中 就出震暴中 然後警察也都 我們在那裡 都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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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他就拿起來 然後在那裡喊 我是中正一分局 分局長張啟文 然後全部警察都 轉 然後馬上站起來 就好笑 然後就是 因為 其實警察也很累 但是 我覺得 就是 還是我們常常喊就是 支持警察處公會 可是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 警察應該要有他 自己 在對人權的認識 跟 對於公益的自己認識 可能每個人對正義 這件事情的了解 不一樣 但至少他可以 為 在 為自己了解 跟他的工作衝突 是有一個管道去解決的 而不是說 我一定得服從你力 就算 今天 反對的東西 我也是反對的 我還是得去把這些人抓緊 我覺得這還沒重要 我覺得 這樣子 可能可以介紹一些 就是 充權利 不當的壓力 我覺得 至少說 在事情的 他有實力 知道一個事情 第一 他有權力去 去嘗試有管道去 蘇利亞 或者怎樣 那我說 這在一個民主化的過程中 是一個 科興的管道 對 那個 我應該很知道 是那個 就是 就是 這個我其實 今天講過 我其實不大概知道中國的民主化 或者人權化的 所以我還要很知道 或者是可以跟台灣做一些比照 有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中國 你說現在的人權狀況是不是 我覺得中國的人權狀況 受到公權力的侵害 跟你們好像不是在一個層上面 雖然這個公權力的本質 都是要這個 要進行這個暴力的 但是有一定限制的公權力 和完全沒有限制的公權力 還是有一些差別 我看你們剛才講到的一些故事 我覺得蠻酷的 但是在中國沒有那麼酷 不過我也覺得是 就是人權是沒有國界的 我來台灣 我特別感動很多台灣的朋友 他們關心中國的全部 就是他們想聽他們有知道的願望 還有不是說跟我們沒有關係 你之前講到就是說 有人說你們逢中逢中必反 逢中國政府必反這個可以有 但是中國很多人 跟你們一樣在進行抗爭 也有很多人他們是弱者 受害者 每天都在受到 就是被蹂躏被侵害 這樣的人是跟我們是一起的 我們是 我們是站在一邊的 所以不要反逢中必反 逢中國政府 遺憾就好了 所以說要逢中必反 就是我們在 就是課堂的 有非常多的 算老人嗎 就是把我們學生說 我們是跟文革時期一樣的 紅衛兵一樣 就是 就是那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說 就是律師 你自己看起來 對於我們這個 像台灣的高中 還有那時候 所謂的紅衛兵 你可以告訴他們 你們跟紅衛兵的差別 在哪裡 紅衛兵是毛澤東發動起來的 他會說我們也是 蔡英文發動起來的 真的嗎 請蔡英文幫過學生 好 這是毛澤東發動起來的 這是第一 你說蔡英文發起來的 好 我們先假設這個是認同的 第二 紅衛兵是互相迫害 他們會把自己的老師 抓出來批鬥 會把他們打死 會把他們自己的父母 或者你互相的父母 抓出來批鬥 會打死 接著你 沒有想像別的地方 對 我們也不少老師 在我們在北部的時候 也是從中午上 陪伍 你反對你們呢 有支持 有反對 但反對大部分也只是 在學校會看到 你就會講一下 就是說 不要做這些啦 要回來練書啦 他們支持的也真的 不少會直接在 就是來到台北 或是你回到學校都會可以 你很多的協助 還有資源 就是 不管是事實上 還是經驗上的資源 都會有 對啊 你們其實主要是在 爭取自己的這個權利 我們要知道真相 受教育的權利 是一個公平的權利 但是紅衛兵 他們是要反對於所有的 這個中國的傳統文化 包括現有的制度裡面的那些秩序 就是傳統的那些秩序 我認為他們是就是 老澤東發動起來 利用它來打 來打這個異己或者是 但是最後他們 利用完了以後 他們全部被 就是下放 相當於被流放 然後是漫長的十幾年 在農村的那種 孤獨艱苦的生活 嗯 差別 我覺得差別很大 不能 不能像 像類似 最後 最後當時 在反對傳統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說 是不是 反對那些傳統到底頭來 也是沒有真的去改變 你還能夠一起練到傳統 或者是 中國這個 關於反傳統文化這個事情 我覺得有一點點複雜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嗯 我覺得 這個 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呢 他是一直在利用這個傳統 他對傳統 研究 學習的那一部分 是全盟的那一部分 中國傳統文化裡面的那些 嗯 好的東西 他是實際上是一直在反 反調的 但是他實際上一直在學習 帝王 全數的那一部分 那經過多年來 他們的這個 把這個傳統整個破壞掉 不是說他們覺得那個傳統 有不好的地方 而是他們要建立起自己的 共產 所謂的共產主義的這一套 價值體系 那傳統跟他們是有不同的 所以他們要把那些東西 散掉 那現在到現在這個 這一套價值體系 普通的中國人已經不相信了 雖然很多人他不會去反對 但是他也不相信 沒有人真的相信 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套東西的 所以他們又把傳統的東西 解決來說 這個東西是有用的 為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用來反對 西方的那些價值 因為我們要反對西方的價值 所以我們中國的價值 一看它還是有用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沒有真正的 一個歷史形態說 我真的信仰什麼東西 我信仰這個東西 那是錯誤的 但是我真的信仰它 不是的 他們就是所有的東西 都是被他們拿來利用的 對 都是他們用來這個控制社會 和鎮壓社會的一種手段 所以他們說 我現在要什麼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是真的傳播孔子的思想嗎 大家知道不是了對吧 他是想把中國的這些東西 所謂的價值問想在西方裡面傳播 所以 不用相信他們說傳統的東西 是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 台灣會有把握說 我們要依循國際草人 然後過一陣子之後 他會說我們不要盲從國際草人 這是一樣的 這有點像是 就是台灣也很多學人都會說 我們要頒長教育 然後就是不要傳統上的教育 那其實 真正的 我剛剛講了很多次 就是真正 那個 要老實嘗試的去做我們 辦短教育的時候 但是學生去說 這個考試又不考 他就是不喜歡這樣 然後上那個就會 就是會上 心不感情不願的 像我們之前就是 國文課走老師會叫我們去 討論 分析文章 就分出討論去分析文章 但是 GW同學就不喜歡這樣 但是當老師上 就像這場 也就是像傳統的教育的時候 他就說 那老實說很重要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一個傳統 和非傳統 上的 但是他就是沒有 沒有一個心境上的狀況 對啊 就是你跟前面不是講的那樣子 就是每個人輕鬆 都會有個威權體制的轉轉 對 我覺得其實有點像是 然後就是其實在台灣的校園裡面 就是 所謂傳統 這邊就是在中華民國講的傳統 他們所謂就是 所謂的中華文化 其實在校園裡面它很像是一種 教育 我就是 老師會非常直接去的告訴你說 為什麼 那說你不該這樣 當你問為什麼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 他會拿道德跟傳統來打壓你 但你卻說不出任何的證據和原因 然後等到下一 等到你自己提得出證據和原因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說 跟我來教官死 然後等到 等到你的問數或是 任何的反應 有辦法讓教官 雅客無言的時候 就會說 小心我送你去學務處喔 對 然後送學務處就麻煩了 因為學務處是有辦法管你要不要 要不要讓你退學的那個機關 對 所以就是說 像我自己在學校上的 我的郭文老師 他是一個非常崇尚做好的話 對 所以他開口沒有就是 我們中華文化國大精神啊 blahblah 像你們這些學生就是道德 你們是上啊 blahblah 那種老師 那有一天他提出了一個 像 像那個 他在講 可能 那個 控制的思想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講 就是 欸 可是老師 你不是常常說 這時代在變 價值觀也會跟著變 很多錯的就是 就像 就像當初 大家也都覺得 太陽是倒是地球轉啊 大家現在都覺得 這個地球是倒是太陽轉 我覺得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有點 就是那個 女權的部分 就是非常的酷選 是他們自己懂 私音怎麼看 就說 有什麼可以私音 可能是講 然後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用一個道德的東西 你要規範出去 所有的社會規範的時候 那 請問道德是什麼 他下一位就說 為什麼你可以跟老師頂準 然後 為什麼我不行 我是體溫而已啊 跟我都講完事 不會不會 不然 無限輪迴 這可以無限輪迴 就是每天上課當 最浪漫的 學校的學生 就是學生 不在記述問題 不在記述思考 只會問 這個話重點 他會考 98年學生 考過自己 記起來 對 哪一年 只是考考過自己的 只考那學 就是我們考大學的 那個考試 會要記起來 這段很重要 我記得哪一系的學長 他們班上的 作文寫到這句 寫到的都會有蠻疾分 非常奇怪 那你再質疑說 那這句為什麼真的 有辦法拿到蠻疾分 進行思考之後 他又開始跟你說 平常跟你說 啊學生要思考啊 我要陪你獨立思考 每個學生都會思考 老師加起來多累啊 然後你再想要思考之後 他反而不用思考 然後再來對待你 然後原因就是 到的場合 就是台灣教育上非常奇怪的地方 其實不只 其實我 我會拿過分之外 覺得是 國文本身的內容 就包含了這些 那其他老師 雖然內容沒有 但他實際上課的方式 也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變成說 其實台灣的洗腦教育 是非常什麼 有一三次 因為我覺得洗腦的 不是真正的 意識世界還是什麼 而是一種 被窮緊 被進步的一種 道德 把我們的思想 進入在那邊 讓我們進行 任何的自由 反省而 胎死人 就像鳥兒在樓的 樓室裡面 牠會覺得 會飛著鳥 是一個令胎的女 這樣感覺 獻索你自己的 我還自己去 我還自己去獻索你自己 就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慢慢的覺得說 啊其實大家也這樣 裸也這樣好了 像 自我現場 對 就變成說 但是也不是反動 就是一種 沒有 好無邏輯性的思考 只是為了說 好像 這樣 大家都這樣 對不對 像今天大家都說 這個人是廢物 他該死 他就該死 像我們在過去 有推薦一下 福一自由 這種事情的時候 像我們會說 學校 學校 給我們那些理由 說什麼 穿制不是會讓大家 看起來都一樣啊 才不會有人穿米牌 有人穿那個 夜市的衣服 會有歧視 還是什麼 可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在學校大家 就是大家穿制服 大家比的時候 是比腳的鞋子 人法 你穿 你穿那個 台灣的品牌 他穿秋的耶 然後 手錶也是 夜市200塊 跟G-SHOT 就是大家其實在 在騎士上面 而且很奢侈其實 就是 制服非常的貴 在台灣 制服是一個很貴的東西 就是你夏季的制服 跟冬季的制服 還有運動 各買兩套 酸肉 五千塊就跑不掉了 五千塊你說 你要讓大家都買的其實不可能 因為很多人 可以直接買兩件 299的衣服 為什麼要過多 他買兩件299的衣服的權利 在這樣的同時 很多人在這樣的教育下 覺得他們可能說 可是過去三十年 大家都這樣傳言 這是我們優良的傳統 甚至會有效應 會開始說 不行 我在這個學校三年 我也是這樣傳出 我也要 所以你們不能廢掉 這非常 就是在很多議題上面 或是思考邏輯上面 就是講到道德傳統 就會開始限縮你思想自由 當思想自由被限縮以後 你要去思考人權 這些事情 就慢慢的變得比較困難 所以才會像在 在台灣每次發生 有重大的殺人案件的時候 廢死跟反廢死 就會開始跑出來大戰 所以你的家人 可以被殺人魔殺嗎 這樣子 也有非常神奇的概念 我覺得 所以才會變得說 我們英國蘇公社會 變得 一開始覺得 要把教育 跟學權 還有學術自由 原定在身邊 對 那以上就是 其實剛剛竹君 有講到一個我覺得 非常的精彩 就是 維權的權 這件事情 不是只限於 等到我們權力 真的被侵犯的時候 才要出來維護它 或者是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權力 感覺好像都是成年之後的事情 就其實在我們未成年 我們還是學生的時候 我們教育權 思想權 其實這都是我們權的一部分 對 那其實 對 其實一直對 這樣子 那個 欸 你們在笑我嗎 沒有 然後 其實 當 其實我們兩邊 中國台灣 其實 你從歷史脈絡還是兩步一樣 光是看兩邊 對紅衛兵的標準 就是 一個是天 一個是地這樣子 然後 其實 剛剛 可是雖然歷史脈絡不同 可是他們都講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種 就是 紅線 就是隨著 執法單位的濫權 我們越來越不知道 紅線在哪裡 你看 光是八個帖 在微博上面八個帖 就是警湯 就是夜裡開湯 對 然後 雖然說警察人很好 教官好像也沒什麼 也沒 好像沒有要幹嘛 可是這其實 你從客觀來看 這都是可以 越來越嚴重的事情 對 對 那不知道 就是大家在聽完上面的 他們的分享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 有沒有什麼好奇更多的故事 想要挖掘出來的 好 這邊有兩位 那我們這邊先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現在黃虎士 你幾個問題 那 因為台灣其實是在 1996年開始進行 總統之選 那 號稱已經民主了 這是 就目前來看 其實台灣 離我們真正所想像的 一個民主 還是有很大的距離 那 去年在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拍了一個 很有名的廣告 裡面有一幕就是 一個紅色的時代 上面寫著 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那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 把它放到中國 你來講 你是不是也認為說 共產黨不倒 中國不會好 那 念頭理是 如果 共產黨 真的倒了 不再是所謂 一黨專政的時候 中國 有沒有可能 也變成像台灣一樣 雖然有兇具 可是 它還是 假民主的國家 那第三個 您認為 您認為 共產黨避到 中共不倒 偽爭的話 請問 共產黨在什麼 情況下 再會打 謝謝 這其實好幾個問題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嗎 還是 一個問的 一起 一個 好 那我們可以等 不要怕 會忘記 我們 我們做社會運動的人 常常 當然 不一定是所有人的共識 不是說 跟我們一腳接近的人 我們不會去說 推翻某一個黨 然後就會好了 我們覺得沒有這個單純 我們一直覺得這個社會要自我發育 公民社會要自我成長 當我們有了力量的時候 這個黨不倒其實都沒有那麼重要 我們可以自我建設自己 我們可以 就是不跟他們發生關係 如果這樣的社會可以存在的話 這個黨也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但是往往我們在這種專政之下 就很難建立一個公民的社會 所以我們現在的 其實要突破一個困境 就是怎麼樣 我們要自我成長起來 我們變得有力量 如果我們沒有力量的話 共產黨倒了 它可能會上來另外一個強權呢 因為中國幾千年來 不就是一直這樣嗎 一個不好的政權 大家才覺得無法忍受 把它推翻了 可是新上來的政權 很快又變成跟前面的一樣啊 二十四十就是二十四個輪迴的故事嘛 所以我們還需要那樣的輪迴嗎 我覺得沒有意義在現在 我覺得我們就是公民社會要自我成長 還有你剛才覺得台灣社會是假民主 在我們看來真的不是 在我們看來就是台灣社會 因為可能是在民主的 可能比較初期的階段 它還需要很多成長和發育 還需要很多改善 因為我在美國生活了五年 美國社會 因為我們大家通常認為那是一個民主 比較典範的社會 可是它那裡的人民也一直在爭取自己的權利啊 我們常常說 美國當時建國的時候 這個華盛頓他們的這些建國之父們 他們就設立了一個很好的民主框架 使美國在今天人們可以享受 就是比較多的民主和自由 可是我們也知道這兩百多年來 這個美國人民是怎麼樣爭取他們的一項一項的權利呢 比如說黑人的權利 最早黑人也沒有投票的權利 然後到六七十年代 我們經過民權運動 黑人才慢慢有了跟白人平等的權利 包括婦女的權利 他才能好一點更好一點更好一點 回答完了嗎 還有沒有問題 我們剛才有個忘記的 謝謝 好那我們就是請下一位來提問 我在美國長大 然後最近這四幾年 其實都在跟那個中華盛頓做進出國生意 從台銀鏡華平 到筆記電腦 電腦中華盛頓手機 一個系列的農業產品 所以我蠻多機會就是說 在Skype還有在那個電話上 私底下 或是他們待遇的時候 要先聊從中國來的商人 那我一直 我沒有去過中國 我一直拒絕去工廠 因為工廠第一個沒有人去 第二個在鄉下 那我自己可能也是因為當工人 當然就 所以一心都冷去 就是罵工人 然後就趕過 那可是我觀察到一點就是說 跟這些人閒聊的時候 他們對政治很冷漠 他們所追求的就是iPhone 名牌包包 然後在美國買房地產 那甚至說這些移民到美國的那個 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的那個 ABC 在美國受過教育 大學教育 在美國當國民的那些文工 這些生意補貫 跟我講過 中國不需要民主自由 因為他們已經有了 民主自由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有點 有些人很感慨 就是不知道怎麼講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跟這些老闆討問的時候 他們非常懷念 毛澤東的這個時代 毛澤東是偉人 所以你都可以用 他是聖人 可以用一般人的標準 不要含兩人 那甚至我看到說 在通常他們不是掛 可以毛澤東給那個海報 然後結果把那個孩子 送到美國去大學 然後開那個名牌跑車 然後那個買房子 所以這個 您覺得呢 這個政治上的冷漠 是不是因為訊息 無法撲開發達 或是說 他們也有慣性 但是說因為 這個不是他們的標準 他們不覺得說 這樣已經破了 所以就是我 觀察到這一點 你說的很對 中國很大 有十五億人口 你觀察到的是對的 但我可能觀察到的也是對的 我有不同的朋友 他們在美國生活很多年 然後他們遇見 就是新移民 或者去的人類 他們有各種各樣的 比如說 像你說的情況 也有一些 就是對中國的人 覺得很嚴厲的批評 都有 而且確實是 這個國家太大了 是各種各樣的人群都有 我記得有一句話 我記不完全 就是說你如果在微博上 你看到 然後馬上要很明顯 然後你在什麼 微信上 你看到的各種和諧的 不得了 所以你在不同的地方 你看到的是不同的中國 然後你如果是看到 中國每一年有十幾 二十萬期群體性時間 你就覺得馬上起立 就要發生了 所以 真的是各種情況都有 我覺得 比如說 你剛才說 遇見的一些 他們追求這個固執 我不關心其他的 我覺得這也是 這二十多年來 中國的一個 中國政府的一個 成功控制的一個方面 因為六四之後 在六四之前是有一段 剛剛百合開放之後 有一段思想非常自由的 歷史的時代 所以才發生了六四 而且六四是 不光是學生民 很多市民 去支持他們的 那種類的 以後政府 他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不能讓他們 有思想的自由 但是你可以給他 其他的自由 比如說像文革期間 你不能穿 比如說我們不能穿 花衣 女孩子不能穿裙子 不能留辮子 你要看看這個 有沒有性別 這些生活的自由 完全都沒有 可是這些年來 這個自由是有的 你吃喝飄飄 你只要不關心政治 會不會有一個大問題 我記得有一位朋友說 中國很自由啊 吃喝飄口抽 這個每個國家都沒有 自己投過 對 如果你今天滿足這一點 中國真的很自由 可能比很多國家 很自由 但是如果你想 你關心公益 你關心人權 你關心什麼政治權利 文化權利 你關心這些的話 你也很自由 那可能很多人他就是 他覺得 他看到的這個就是 他知道的自由權 他就是這些年 可能說是一種洗腦 或者你說 我就是政府 我就是希望你這樣 那我達到了這一點 你覺得這個就是 有要的自由 我覺得那些 你說的民主自由 我覺得就是這些啊 我不知道還有政治權利啊 這是一種 還有你說的 信息率最強 在國內當然有 因為有個結合 所以能否提 所有的媒體 基本上都是一種人 可是 就像你剛才說的 很多出國流行的 很多到國外 有機會去國外的人 越來越多 他們如果想知道信息 他們是可以知道的 但是他們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這些信息 你知道了以後 你會怎麼樣 你會經歷一個痛苦 不住的過程 如果你是有一些 兩肢的人 你如果完全視而不見 你會痛苦 你會內心不安 可是如果你也要加入他 尋用危險 你的人生 可是後半身 都沒有辦法安全 所以你非常要知道 很多人都沒有 不需要你知道 你會親嗎 所以 這個也是我覺得 中國這個 很長的 因為 我看到 早年間 像胡適那一代 出國人 都有一代 中國民族 會注意 思想的 這個啟蒙 對民眾 這個 民智 開導很多的幫助 是新一代的留學生 常常有人跟我講說 他們出去 得到我們的信息 他們回來 會有幫助 可是我看到很多 中國的留學生 他們在國外 讀了名校 然後他們 得到了好的職位 他們回到中國去 他們是參與奔贓的那些人 他們不關心 比如說 方斌欣 他是在美國留學 拿到學位 是一個科學家 然後他回到中國 他跟中國中國一起見到 長城堡火牆 來公開這個言論 難道他在美國 不了解這些嗎 那這個書 讀都拿進去了 美國教育開始敗 我覺得 所以這些東西 你說的這些情況 確實都有 但是我剛才就講了 就是說 很多冷漠的人 很多視而不見 對這些狀況 但是 那個種子 依然一直都在 比如剛才我們 他們面對危險 他們怎麼樣 但是他們一直都存在 這種人 幾十年一直被關押 被判刑 被釋放 一拼一拼錢 還厚集的 從來沒有斷過 那請問 我今天真的感到很嚇人 因為在場的都是黑頭髮 只有我一個白頭髮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今天大學教授 退休十年七個月了 今年七十七 看到在座這麼年輕人 包括我的學弟 因為我台中一種 已經畢業五十七年了 他才二十歲 但是看到他們幾個人 講的話 我們以前根本不可思議 他們有盡量這樣的成長 這樣的成熟動 對社會這麼關心 我今天碰到法律師 我網路上面看到我就來了 因為我聽你講的時候 你口齒清晰 非常條理婚禮 你講中國的時候很自然 但是你們知道嗎 在台灣講中國不能很自然 尤其是國民黨的人 他們拒絕稱呼中國 他們一直都說大陸 那我問他這些人 我會直接問他 你知道 我講台灣話對不起 世界上有很多大陸啊 那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叫做大陸嗎 沒有啊只有中國 因為有台灣的記者 參加中國外交部的記者會 從頭到頭都講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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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使那個外交部的發言人忍不住說 欸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中華這美國 我們不是大陸咧 跟那個記者打一個耳光 那個記者到現在好像還會行啊 所以我是說今天我覺得 瓜律師來這邊跟我們大家分享他的經驗 他在美國生活了五年 他當然經歷很多 美國我見很多次 但是呢我在想第一個問他的問題是說 你到台灣來他們知道你要做什麼嗎 或者你等你回去的時候 他們會問你說你去台灣做什麼啊 他們是誰 中共嗎 不是啦我是說啦 你現在是住在中國我是住在哪裡 住在美國 住在美國 所以就不一樣 因為你有這個自由 你不會面臨那個困難或是危險 說到大陸去就關押起來了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在台灣從年輕時代就是反國民黨的 那個時候很少也沒有很能跟膽量 我只要選舉都是選非國民黨的 說我在五十年前就說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我是憲治憲決 對不起 台北的所有大型的所有活動我都參與 包括反好大條的記者在這裡 你們聽過嗎 沒有聽沒有聽過 好多條就是好補充 我們那個時候拿了很大一個旗子 上面就是黑旗子 說哇好大條下來 那個時候因為他跟李登輝干擋相照對不對 因為李登輝要把他的軍權拿下來 所以給他當軍隊長 所以他的軍權 軍旨就下來了 但是他現在還是上將的 一個月還贏二十幾萬年 你們這些年輕人現在一個月聽說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們都是兩萬二萬 好 我想起來不會覺得擔心 你們將來怎麼有可能成家 怎麼有可能生孩子 怎麼有可能養孩子 這真的都是現實的問題 那我們已經過去了 我已經到阿峰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今天看到你們幾歲年輕人來 我真的是很感動 因為你們還是關心國家的事情 像這個菜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 因為五月一號 我回台東一中 參加創校一百週年 我會知道說你們蘋果公司 第一個 接干擾起反課干 哇 這很了不起耶 但是既然 剛剛聽說 你們在學校裡面講什麼話 就會叫他們說 來來跟我來叫問師 這很奇怪 我說很奇怪 我說很奇怪 為什麼到今天 藥官還在學校裡面 那麼樣子的猖狂啊 嚇壞啊 對不對 我以前在學校裡面 台中一路的時候 我就不理藥官 但是藥官不敢 跟我怎麼樣 最多寄過流 我寄就寄好 不過我還不到退學的 我都是為了騎腳踏車 不理學的規律 我就擺哪裡就擺 一次個雞大過 有一次雞小過一次這樣 我那個一個大過兩個小過才畢業 但是我考考大學 沒問題啊 所以我說啊 你們這些 如果 如果啦 你們這些學校裡面都是乖學生 我為你可惜 你意思當中 如果沒有被學校寄過 不管我 因為你是乖乖的順民嘛 大手 你知道嗎 大手 人家看你不起 你就是有本事才可以 有勇氣來看這些 非法的 這些無理的 過錯的東西 所以咧 我在網路上面 是受到我的同事說 今天晚上想想 同學有什麼什麼東西來 我也沒一定 說法律師的名字 我覺得這個很好啊 結果 網路上說他們會來參加 結果 只有我一個人來 所以 我覺得這樣的情況非常棒 好像這女生 她穿那個黑的T恤 很高的 居然這樣子 哇 這個多大的勇氣咧 我不這樣看得媽媽媽媽 看得懂她的T恤律師嗎 唉唷 那七十個小孩 你如果還滴一滴啊 不是嗎 你夠好大力 我跟媽媽很好 這個很好 因為我不要受傳統運輸 至於要發展 是我們的中心理想 所以這equality fairness 跟justice 是我們一生 一定要追求的 真的一個人 在這個時候都要追求 不能服 對啦 很多中國人都到美國去了 哇哈哈的 所以我今天就講 我們人一生當中 如果你是三忙的話 我有啊 什麼三忙呢 眼忙 心忙 手忙 那個忙 不行 不然就沒有辦法 眼睛抓住 假裝看不見 即使看了她也不見了 她也不見了有什麼 她也把那個心 她不會覺得說這個事情不對 即使她說覺得 這個叮噹怎麼做 她也不會去做 如果一個人都是這樣的 眼忙 心忙 手忙 女人生意義是什麼 我老婆常常說 啊你如果說什麼 別的事情啦 不要管那麼多 她不要我再給她 不要我來 哎呀這個你 都是年輕人 你老人去幹什麼 但是我覺得 我不來 也不行 所以這個折響 星期五的座談會 我台北也參加了 其實我家都在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 退休老師 去台北 只有有幾個我去參加 好 因為你在看書的時候 或者你接觸的朋友 都是有限的 但是一進來到這個場合 你會聽到很多 看到很多 你根本沒有辦法想像東西 就展開你的眼界 開放你的心胸 對你絕對有幫助 不會害你的 但是你自己要有信心啊 我不會受 所謂的權力的誘惑 不會受什麼什麼的誘惑 或是什麼什麼 靈魂之律填飽 好 所以今天 今天 真的 感謝 水花律師 來到我們 了解很多 其實我剛剛在那邊 我還喊這種問題 要問你 我審不下來 審不下來 來問你好不好 因為要站大量多時間 我剛剛這個審下來很多 真的我很了解 劉曉波 愛未未了 陳光誠 很多問題我都要問你 徐才厚 郭熙來 我都要問你 你會聽過這些人的名字 這個對中國發展非常大 其實我不是反中 我是台股沒有錯 我看到他 台股太棒了 我那時候也看到台股 但是呢 我並不反對中國發展 我倒擔心 中國有點動亂了 台灣裡面會受災 因為 你們其實20年前 你知道嗎 越南的船民 到處跑 每個國家都擋了 好啦 有一天這麼動亂 中國的海岸 跟好幾水跟挺空船 一天四萬台過來 台灣怎麼受得了 我也希望中國 我絕對不希望他們 我只是希望 你中國跟我們台灣兩個 是為兄弟之光 你兄好嘛 我弟嘛 我台灣比較小嘛 我不要做兄弟 你做弟 當然中國人不可能他當弟 中國人不是這樣嗎 頭腦死的 這麼一個民主 自大 狂道 服役 國家 對不對 中國 中國實在是太令人討厭了 現在 那有一天 不讓人家討厭了 說 我們也可以去大陸玩啊 我說大陸的時候 就是跟跟大家講 我說我要去中國玩 為什麼 我的台灣的護照 你在上面蓋章 簽證進去 我就去 如果要拿什麼 什麼花鴿台包證 我不要去 對不對 你什麼 諸年什麼對的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形容之下 我們年輕人 一定要有這樣的想法 抱歉 我話太多了 謝謝各位老師 今天我覺得老師 就是講的一點非常好 就是他非常有民主精神 所以我們一直講 可能關注中國民主化 台灣民主 那個民主不一定是政體 對 民主 人民做的 我們關心的是 像華澤民視剛剛有講 就是 共產黨倒了 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其實最關鍵的是 我們人民意識的部分 對 那 其實我們台灣也是啊 一直講 國民黨 不倒他們不會好 那個 就是要讓大家 一起從那個 9.2 就是跳脫出來 好 我們這邊還有什麼問題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問 好 這邊 剛剛其實還蠻這樣 蠻常講到 就是台灣的教官室 那我就知道 台灣的教官室 其實就是軍政為全體的下場 那我想請問的話 就是 中途那邊 對於學術跟學校的部分 對 有沒有類似 教官室 這種的 管制的 機構 嗯 其實我不是太確定 你們講的教官是什麼 軍人 你在學校 帶個頭髮去亂攔什麼 這些事情 他都 就是現在 那以前的話就是可能 你讀共產思想 什麼什麼的 就是 對 那沒有完全一樣 就現在學校裡 沒有軍人手 這個是1995年一代 蔣經國有時候 成立中國青年反攻 就國團的時候 又派在學校裡一輩子 有教官 這些教官 我們上次是學者 他不拿學校去死 我們像我們四十大學 四十大學來補黑他心理 他主要拿軍方的心理資料 是誰來的 學校用補黑他心理資 那這些學校補黑心理資 教育不便利算 你們知道嗎 所以這些軍人在學校裡面 拿兩個節省 這些軍人啊 老師說的不學武術 大部分 大部分不學武術 但是咧 他上課的時候叫軍師課 軍師課沒有學分 有 現在有學 我們在大學裡面沒有學問 也沒有分數 但是他可以讓你 或者當預備軍官 這些軍人啊 這些教官 其實在學校裡面 一般來講 不敢嚇壞 不敢囂張 因為人家會 看他不起來 會罵他 但是他幾十年來 從1950年來到現在 五十幾年啊 六十年啊 還在 雖然學校裡面 就在有勝利說 要會把教官 趕出學校 教育部 到今天為止 不動聲色 我跟這一點 我覺得我們的教育 包括陳水扁 當八年總統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改變 我覺得非常非常失望 好 今天 你說 如果沒有那個東西 他一定會安插 武軍 在學校裡面 這是不一樣 就是中國不是說 有一個教官軍人在學校裡 這個是沒有 但是文革期間 包括文革的後期是有 這個時候他叫軍宣隊 工宣隊 就是的話 那個時候整個的 比如說 校務什麼領導進去 都都不被打倒 但是軍人在裡面 就是負責領導 包括教育啊 什麼都是差不多 但是文革後期就 結成所就沒有了 嗯 前些年呢 嗯 中國在大學裡面的這個 你做學問 你去做研究 你去講課 有很多有這個 民主思想的老師 就是他可以看言論 基本上是沒有被控制的 前線 但是這些年來 就是越來越嚴重 現在比如說 我聽說大學 很多都放攝像頭 你的老師的那個 所有的就是要 講課的那個 要講課的 背課的那個教官 一定要拿去審查 審查的還不行 因為你可能不按教官講課啊 因為他很多有攝像頭 然後他還有學生 就是那個怎麼講的 就是有點像學生 監護老師的那種制度 很多學生他有這個任務 他要去報告 比如說像今天老師 講成反動畫啊 什麼的 前幾年我記得有一個老師 嗯 他是教紀錄片的 他在課堂上面 就是放了一個紀錄片 叫叫尋找靈昭的靈活 對那個靈昭就是在 容樂期間 反對這個就是 就是毛澤東 然後被殺死 嗯 這個紀錄片 他在課堂上放了之後 就有學生的報告 然後學校就把這個老師的課 這個當時也是在網路上 大概七八年以前 是一個洪洞的一個事情 嗯 這種事情一直就存在 而且現在越來越多 老師的這個被限制 有一些老師 因為教了一些 課 比如你講憲政啊 這些 就被限制 上課 就是你不能上課了 嗯 包括有很多原來 一些維權律師 他們本身 比如說我講的 三個博士 他們本來都是 北大博士畢業以後 會分到大學裡面 去當老師 然後他們自己出來 組織 恩求 去幫助那些人 嗯 早些年間 他們在大學都還是可以教書的 雖然他們常常受到各種控制 可是後來 最新的幾些年 他們都被提供課了 基本上在學校不能教課了 那 現在就是 就是 其中有一個人 他已經退 就是一退出 就不再做這個事情 其他的兩個 都被 就被學校推出了一起 他們已經 他們已經 他們博士畢業了 很多年就不可以平直成 什麼 什麼副教 本來博士畢業在中國 是一年之後 就給評書教授 他們都不可以平 所以 現在中國的這個 思想控制 我覺得 這十年來 是越來越厲害 就是有像 法西斯化的這個 這個傾向 越來越嚴重 那請問還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嗎 對 好 我還蠻好奇說 聽起來可能在十五年前之類的 有一個交民主的趨勢 然後 你 剛才提到的 小波 等到路貝爾獎 之後 民主化 趨勢又開始 就是 下降了 那 到底為什麼 原本已經有一個趨勢 慢慢越來越民主化 那 為什麼 是 到底背後的 推力是什麼 讓民主化過程 又好像 走了 退路 而為什麼 又是 又是 有想過 這個 都被人從那個 那個時間點 對 我不 我不太覺得 那個是民主化 只是 有一段時間 思想比較 活躍 對思想的控制 沒有那麼嚴 可以很多 知識分子去探討 自由化 民主化 這樣的課題 當時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多的禁區 有一段時間 然後 我覺得這個是直接 導致的六思 民主運動 那 他們 中共看到了 在這種 有了這個 自由化和民主化之後 人們就有可能 開始有獨立的思想 有獨立的思想 可能就會有一些人 要有所行動 那 他們覺得這個是對 中共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從那個之後 我覺得他們是 對思想的控制 精神的控制 越來越嚴 但是 他們會在 就是 物質上 這個 遺憾網上 可以給你有很多的 寬鬆的環境 那麼 就引導了一些人 就好 我去關心這些東西 是非常危險的 六思真的是台庫上機 很多人被殺死 然後被很多人被判刑 那 我去關心這些非常危險 那既然有這樣一個缺點 我就往這個方向打開 我覺得是這樣 那這些年 就是維穩體制建立呢 他實際上就是感覺到這個 就是他擔心西方的這個民主自由的思想 以及在中國就是 越來越多的人 就是有這種思想意識的 所以他就覺得 這個對他們的這個共產黨的穩定 是有害的 所謂維穩體制的建立就是 比如說 互聯網之後 對 剛剛互聯網發展在中國 是可以隨便看到的 互聯網是自由的 那個時候他們 一個新的技術來到了 五一他們還沒有想到辦法去控制他們 但是他們後來想到的辦法就是 要互聯網審查 然後建立這個長城防火牆 那很有效的控制住 那他們就覺得 哦我實際上是可以控制住 那他們就控制社會各個階段 包括五通訊 從08年開始 北京所有的這個手機 所有的手機都已經建立到了他們的監控系統 他們建立起的這樣的運氣 成立法所有的手機都可以監控的 只是說信息量非常大 它是不是要隨時隨便拼你們 可能不會 但是我只要想知道 我隨時就可以拿到你們的那些資料 包括很多的外國籍的跨國公司 進入到中國做這個IT業 他會要求他們 你們必須把這些所有客戶的資料 隨時要 必須要給我 後來Google為什麼離開中國 就是說他們不能再 就是不同意在做這樣的事 其實他們之前也在做這樣的事 因為你不這樣做 你不可能在中國 就是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在中國的所有的互聯網 和外國公司 他們都要這樣做 所以Google就是唯一 我看到離開中國的一個 因為中國就不代表太大了 如果你不對他這個體制 有任何的不合作 你可以分到很大的一塊單靠 我最後一個問題可不可以 大家不要問咧 我上個禮拜在台北 問到我一個學生 我是東海資工西人叫做華 我的學生 現在半時間的台灣 一般在上海 我聽他講 真的有點 不是說 擔心或者是失望 我怎麼不知道 他在上海 覺得如意如水 可以賺很多錢 他覺得台灣 終究有一天 Eventually 說台灣會被中國吃掉 那我問他 你難道希望看到這個事情發生嗎 就是說 沒有辦法 中國太大了 令台灣人要跟中國公司賺錢 很方便 所以台灣人如果有錢賺的話 管他fairness 管他evolving 管他justice 他不care 那我擔心 在台灣人 還沒到中國去受到 或者他的好處的人 如果 能夠維持目前這樣的mindset 這個 這個心態 維持台灣獨立 的這樣一個狀況 我想台灣可能有 還有將來 如果台灣的年輕人 跟我的學生一樣 他根本認為台灣沒有將來 台灣沒有自然資源 台灣唯一有什麼東西 就是電視上面大家罵來罵去 我覺得他的觀察太表面化了 我覺得去年1.1.1.2.9的選舉 6.1的選舉 還有明年1月16號選舉 我認為國民黨一定會下來 我認為一定會下來 那個時候 現在那些國民黨的既得利益的人 包括國民黨立法委員林立法 說 蔡英文代表總統的話 國軍不知道為何而戰 這是狗屁的話 因為現在國軍已經不知道為何而戰 國軍的國王大使校長 夏宇宙到北京去說 共黨軍 國軍 全部都是國軍 國民黨軍 人民主要軍都是國軍 這些傢伙 這是不要臉不恥自負 他一個月拿20萬 台灣人納稅的錢 他記得那邊你吹捧 困難了 這樣困難了 他用一千多個飛彈面對你 還說我們兩岸之家親 你狗屁啦 什麼人要這樣 我說 我們兩個人其實好像有 我槍擊著你的肚子 你會跟他說認親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有這些台灣人 他也 他很年輕上次過世上來講 他到中國大陸又吃 又得到那個好處 又說 好像就跟共產黨一樣 要不挑戰台灣 我真的很失望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這樣想 如果會想大概今天不會來 不會啦 不會這樣想 不會啦有可能 因為他不知道 就像法律事實說 因為米國也很多人 去東國那裡去那 移民去那 穿完好身 可以好車 住好處 身水也很好 他關心關心 因為中國的民權啊 什麼維穩 什麼 劉小波 什麼 還有 艾未未現在到德國去了 他講話又不一樣 很奇怪 連中國的 那中國的 有名的 異議分子 都會 揮碎 共產黨 共產黨 那共產黨真的很厲害 把一個 把一個 問這個人 人事團 來來來來來 我給你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他就知道你 他這樣說歪歪 就不信心 你聽不懂 但是他話也覺得 真的 人會這樣 借嗎 我們知道 這我 知道 謝謝 好那我們 還可以再開放 最後一個問題 可別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們來講 我是那個 人生團體 整保護師 那我想問一下 一些大陸上的事情 幾個問題 可以請到你 第一個就是 現在有三強的問題 這個 用會不會很安全 第二個 那個 給大家那個 他做那個 維權醫師 他這樣 會不會很安全 第三個 那個 劉曉波 會不會可以私訪 謝謝 嗯 在大陸 這個 翻牆的軟件 越來越多 嗯 也包括一些 國外的 VPN也都是 可以提供翻牆的 現在也有 越來越多的人 他們使用一些 VPN 嗯 嗯 我到目前為止 好像大家使用上面 沒有什麼太多 不安全 反而我覺得更安全 因為 你使用的VPN 你的那個IP地址 會是 會是變化的 所以不容易追蹤到 你是來自哪裡呢 嗯 但是 我知道現在有 就是去製造這些東西的 一些技術人員 他們受到威脅 哦 對 這種情況是有的 嗯 這兩年也有 就是 炮出 炮出中國 因為受到各種威脅 炮出中國的 我也接觸到有點 嗯 因為你 提供翻牆技術 你就是想要破壞他的這個 網路功能性嘛 所以對他來說 當然是 嗯 是很不高興的 是這個事情 嗯 騰票是我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嗯 他是 從北大畢業以後 分在政法大學的老師 然後他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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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徐竣勇一起 嗯 建立了工盟 然後是一個 著名的 人權律師 呃 之前 他從 呃 零 零五年 不 零七年開始 他沒有 不能拿到護照 整整五年 嗯 包括我的書裡面 有他的經歷 他被 被綁架走 然後被關了七十天 額 嗯 然後很快就得到台語,就是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忘記了,訪問學者的邀請,他就到香港去了。 一開始他還可以兩邊走,他還可以回來,可是後來隨著控制的越來越緊,一批一批的打壓, 那他在外面很多國際社會去發聲,去講中國的人權狀況,包括在香港的六四的那個委員會上去公開講話, 那他就變得回大陸,非常危險,他曾經要回去,我們都很反對他,因為一輪一輪的在抓捕,我們覺得是看一看,等一等再回去, 那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家人本來也是可以走來往香港的,他的太太是外貌的,他常常可以出國, 但是大概一年多以前,他的家人突然被禁止成去了,然後他們就要求他不要回到中國去, 那這個顯然就是,因為藝人是他們的家人完全被限制出國這種情況,並不是太多, 那這個顯然是要他回去,就非常危險,因為徐志勇被抓,他跟徐志勇是非常接近他們的情況, 所以我們都認為他非常危險,所以他就沒有回去,那這個時候他就去年的九個月份, 他得到了哈佛大學的這個法科學者的邀請,他就到了哈佛大學,那現在他剛剛結束哈佛大學的法科學學, 然後他的妻子和太太,前幾個月就通過非正常的方式,就是離開了中國, 他現在跟我住鄰居,我們住的非常近,我覺得他會有很長的段時間跟我們中國, 因為他會中國肯定面臨的就是沒有其他的選項,因為他跟這些律師相比,他做的事情多的多, 就是第一代人權,這些律師有的可能就是,也有第一代的,但是他像網友這個,都是最近幾年才開始做的, 所以他會非常危險,劉曉波,劉曉波這是第三次做的,這次做的是因為零八憲章,被判了十一年, 零八憲章,是近年來被判刑的,這個除了,就是這個維族的伊底哈佛之外,最重的一權, 我聽到他的家人說,他們曾經,他得了獲獎之後呢,就是官方跟他談判,說我們可以使你這個保外就義的方式釋放你, 然後你必須離開中國,他拒絕了,他說要不然就是我最遲早的,而且我不要離開中國,所以我認為他,兩年前我還在想, 也許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運動可以使他早一點心放,但現在我可能很悲觀,我覺得他會坐滿十年,謝謝 好,那其實我相信,經過今天晚上的講座,我們每一個人對信眾,為什麼要關注中國維權與體動機的看法, 那今天很感謝大家今天來參與,然後也很感謝黃珍女士到場,還有那個佳凱,還有竹君到場的浴談, 那其實在今天早上,今天白天的時候,在台北的自由廣場,就有深遠中國律師的機會,那我們今天在台中間,大家就是有緣相聚在這裡, 那我覺得我們有意願的人,我們可以來台前,一起做深遠的大合照,我們在場有準備那個,台灣深遠中國維權律師的字樣,那我覺得我們有意願的話,可以來台前進行大合照這樣, 對,然後我們那邊有準備就是華澤女士的書,那其實他裡面真的很詳細記錄了,那幾位被帶從,他們為什麼要參加那個戰鬥革命,莫立華革命到被居服,到後來被關起來的過程,那其實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 然後上下側兩側合高就450元,然後再加送一門結的書,對,然後我們旁邊有深遠的明信片,我們可以在現場帶,呃,寫完之後我們幫你們帶記出去,或者是我們要帶回家也可以,這樣 我講的這個明信片是,呃,就是台灣的一些朋友,他們為了深遠大陸的這些被照顧,陳律師, 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們